欢迎您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看到台南有一名酒驾嫌犯 遭到盘查心虚逃逸 远景被拖行了好几十公尺 倒地翻滚 头破血流 差一点被车拧过 路边一辆白色轿车 突然加速往前冲 前一秒远景才刚拦下他 没想到驾驶却狂踩油门 加速狂飙 远景趴在车窗旁 被拖行大概数十公尺 接着重衰倒地 人在路中翻滚 差点就被车轮碾过 监视器画面拍下惊险瞬间 远景被拖行重衰 头破血流 同是急抠救护车送医治疗 台南归人区六号深夜十一点多 新区赵逃拖行远景的酒驾嫌犯 事发后三小时 酒测值仍高达零点三五 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在桃园大西国山北上路段 也出现失控自撞的惊险场景 内车道的黑色轿车竟然越开越偏 先是左前车头擦撞围墙 整辆车弹起后再摩擦地面 擦出长长火花 一路滑进隧道内 右侧车头再猛撞隧道墙壁 零件保险杆瞬间喷飞 隧道内扬起大量烟尘 滑行数十公尺后才停下 这起事故疑似是疲劳驾驶 车辆偏移失控才会自撞护栏 吓得后方目击驾驶赶紧急煞 幸好没有酿成追撞事故 台六十八线新竹路段 则出现万命飙车 驾驶行驶途中 前方出现一道亮光 朝着直冲而来 逼近一看竟然是一辆轿车 驾驶狂鸣喇叭连忙往右闪开 逆向轿车还丝毫没有减速 沿着外侧护栏狂飙 好在目击驾驶反应够快 闪过一劫 无独有偶 南部国道这名骑士 在扎道口前突然冒出 驾驶惊呼 我到底看了什么 他没看错 机车骑士一路危险逆向 还好正要下国道 好几辆轿车快速闪开 没有酿货 记者李宗泽综合报道 台北这一名驾驶开车 经过水源快速道路 突然看到后方出现了一道 雷射光黄闪 下一秒钟直接射中了后照镜 之后反射照镜他的眼睛 让他的左眼当场痛到 完全看不清楚前方的道路 只能够靠着右眼 赶快开一下交流到旧一 只被照到一秒钟 就差一点被闪瞎 这恐怖的差一点撞车过程 让驾驶到现在心有余悸 水源快速道路走到一半 后方金线绿色光点 狂闪不停 驾驶惊惊 近视雷射光正想闪避 想不到下一秒 强烈雷射光直射过来 打中后照镜反射 梦照镜眼睛 驾驶当场快被闪瞎 几乎要看不见前方道路 里面有一个绿色的光线 这光线就是乱闪乱闪 闪到后照镜 然后就闪到我眼睛 后已经炫光这样子 然后这个前面也变得很模糊 麻麻湿湿的感觉 被雷射光射中的左眼 痛到真的受不了 只能靠右眼余光赶紧下交流道 挺靠路边休息 紧急就医 医生是说我的左眼 有些微的发炎现象 给我开这个眼药膏去擦 当然会觉得就很危险 方向盘一撇啊什么的 可能就会造成插上别的车子 基本上非常恶劣啊 只看了一秒 眼睛就红肿发炎 崔先生心有余悸 因为连货柴都能电燃的 高强度雷射光 若再多盯个几秒 后果不堪设想 严重一点的话 会造成一种急性的白内障 那更严重的是 影响到我们四神经黄半部 甚至会严重到 会失明的危机 太强的话 也会造成我们局部 皮肤的所谓坏死 烫伤 灼伤 以不当方式迫使他车让道 可调扣该汽车牌照六个月 并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两万四千元以下发还 警方将是个案调查 寄出重罚 毕竟这恐怖 雷射光路上乱乱闪 不仅成为交通威胁 更可能夺人民 台中失联的女大学生 目前仍在缅甸仰光逗留中 案件疑点重重 她的两任男友 竟然都有涉及诈骗的共通点 前任男友疑似是 监管人头行动的控车手 而新男友则是 已经在缅甸一段时间 不排除在从事诈骗工作 那么网友当起了键盘科男 整理出了一个怪异行径时间轴 有人大胆推测 认为女大生最终的目的地 可能是缅甸北部 台中林姓呂大生离开宿舍后 一去不回 宇家人失联 到目前为止 只查出她人在缅甸仰光 警察当事人是自行出境 持续厘清有幕后集团介入 及是否涉及其他刑案 警方调查 女大生前男友 曾担任监管人头行动的控车手 女大生一次透过她的人脉 认识了新男友 而新男友已经在缅甸一段时间 是否从事诈骗不得而知 女大生此行可能是去找新男友 但也不排除 可能是被以观光旅游的名义 骗过去 有网友列出怪异行径时间轴 3月29日 女大生办新门号 曾出现在校园 隔天她的定位是在桃园机场 同一天妈妈收到她传的早安图 说好清明节要回家却失联 扯的是后来发现 女大生原本的手机 是前男友在使用 送手机还兼送门号 早安图又是谁传的 疑点重重 女大生在缅甸 两任男友又到和诈骗扯上关系 很多人想到了KK园区 那里墙高四米 顶部还有带电铁丝圈 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得了 逃跑被抓到 肯定轮番虐打 有网友则推测 女大生很可能往缅甸北部前进 到底女大生人在缅甸做什么 动向成名 让家属客说事心急如焚 记者金卫中王世函台中参访报导 桃园有一家人 他们将祖先的骨灰坛 从云林请回桃园 但没有想到清明节前 突然接到公所来电 说骨灰坛拿错了 家属表示怪不得他们觉得 好像这一年之间觉得诸事不顺 现在要要求公所查明真相 将拿错的骨灰坛送回铃骨塔 他更傻眼的是工作人员这样回答 一切阴错阳差让桃园无姓一家人 竟然拿错了骨灰坛 甚至拜错祖先将近一年 去年五月 他们将爷爷奶奶的骨灰坛 从云林请回桃园 直到今年四月初 接到工作人员来电 两个骨灰坛拿错了 当事人说难怪一家人这一年来诸事不顺 一个是检蛊用的骨灰坛 一个是骨灰坛 一大一小尺寸差很大 怎么会拿错 吴小姐说家人第一时间觉得怪怪的 但毕竟依照工作人员指示开门 不宜有她 清塔位尺寸不格还为此加价 更换四万元的大塔位 花钱是小 一家人更为此南北来回奔波 被拿错的家属 要来击败的时候 发现他们的祖先的骨骸不见 然后我们就马上进行清查动作 零骨塔管理人员开座门 家属看错照片及名字 连环错误大乌龙 拿错别人家的祖先骨灰坛 事件实在离谱 公所允诺将给予补偿 别让祖先因为这场乌龙闹得不安宁 记得六丸兵城管 瑞吴彭新台中云林报道 物价飙涨 钱好像真的越来越薄 就有民众买了一份水煮章鱼 一百二十块 但打开来一看 真的是脸都绿了 空空的盒子里面 就这样少少几片章鱼 看起来实在是有够空虚 网友说像这样一百二 还不如吃个两盒章鱼小丸子 或是买个两串烤鱿鱼 那么有店家私下解释 说最近章鱼的价格飙涨 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章鱼切片摆盘 底下搭配清爽生菜 沾点酱油哇沙比 嗆口爽快 一盘十二片一百五 平均一口一片就要十二点五元 还有网友po出自己买的 大大餐盒里装着少少几片 就要一百二难道被当盘子吗 瞎毁这样一百二 网友说实在空虚 根本吃了个寂寞 一份一百二的章鱼 不如吃两盒章鱼小丸子 或者两尾烤鱿鱼 不行 这个太少了 多少钱你会愿意买的 多少钱啊 可能五十块吧 业者私下解释 章鱼脚和身体部位 又明显价差 像是黑白切 卖的是章鱼脚 一份只要四十元 而一片章鱼十二点五元 被网友嫌贵 而这价格却相当于一颗油豆腐 这碗汤两颗油豆腐 加上酸菜二十五元 乍听之下很平价 但细想油豆腐过去三颗十元 如今一碗汤却变二十五元 水电成本样样都要钱 如今鲸吞蚕食 你我生活 界中部综合报道 来看到全民退税 普发六千元 下周一新增了ATM领取的选项 只要到贴友像这样 普发现金识别贴纸的基台 都可以领取 也可以帮小朋友带领 但仅限未满十三岁的孩童 由父母或是监护人带领 输入孩子的身份证字号 以及健保卡号码就能领取 而另外从17号开始 也可以在邮局来零贵办理 直接领线 不过第一周身份证字号 有尾数分流 全民普发六千元 下周一开始 全台事务家金融机构及邮局 共两万六千六百八台ATM 只要贴有普发现金 识别贴纸的基台 可以直接领取六千元 全台覆盖率百分之八十三点二 ATM领款只要插入提款卡后 点选全民共享普发现金 输入提款卡密码 接着输入身份证号 及健保卡号领取六千元 ATM可以带领 但仅限未满十三岁的孩童 可由父母或监护人带领 只要输入孩子的身份证号 及健保卡号 同样的步骤领取 输入健保卡号 及身份证字号 以上两种方式 未满十三岁 可由法定代理人领取 另外17号起 也能到邮局零贵领六千元 不过第一周 采身份证字号尾数分流 单数为135 双数为246 第一周来先执行这一块 第二周以后 我们会滚动来看看 要不要再继续实施 另外登记入账 目前已经有855万人申请 下周二起 财政部将推出2.0版 晚上六点前登记 可以当天入账 如果是晚上六点后登记 则是隔天入账 例假日顺延到隔一个营业日 十月底前都能登记 普发六千民众嗨翻 也引发家庭大战 还有家长和小孩大吵 认为钱应该是自己用 玩具 或者是去玩宝可梦鸡塔 在自家后恩盖给篮球场 花的话它的额度 只有两百块 过了那个额度就不可以 知道的后悔 你去跟他讲这个 没有意义 孩子领六千元 家长要如何处理 引发网友热议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谁缴的税就谁领 不少人狂推证 才是正确观念 这一月文灵晨联 台北三方报道 车货一位当中经常看到 特斯拉轿车被追撞的几率 好像特别高 甚至还有个磁铁的称号 只有专家曝光原因 恐怕是因为特斯拉放开 加速踏板的时候会马上减速 可是后方的刹车灯 却不会亮起 因此后车完全没警觉 真的是如此吗 我们实际要来开特斯拉上路测试 而专家也透露 想要防止追撞 其实有方法 搭道上特斯拉速度放慢 但后方车辆没减速 碰得一身直接中手 换个角度看 后车加速追撞 不管是车头撞还是车尾撞 特斯拉被冠上一个词典称号 有专家曝光原因 居然是减速时 刹车灯不会亮 它的滑行的速度 会降得比较快一点点 车灯是不会亮的 因为你没有踩刹车 所以车灯是不会亮的 跟一般车辆不同 开特斯拉松开加速油门 减速时 后车完全看不到刹车警示 真的会像磁铁 吸引后车撞上来吗 实际上路测试 好 这样有放 灯有亮吗 没有 这样全放 有 像这样明显降速时 刹车灯真的不亮 那到底什么时机才会亮 第一是完全放开电门 第二是真的踩下刹车 车主说一开始很不习惯 常常很怕被撞 一定要全放才会亮 你如果回油门 你车子会稍微慢下来 对 有可能后方 如果反应不及 尽量避开疲劳驾驶 然后保持安全距离 不要跟车跟太近 家主们很有感 分享感想 放油门有顺降 后车感觉有围杀 后车灯不亮 真的没事 不要跟太近 毕竟跟一般踩刹车的逻辑 有点差异 但唯一法则就是保持安全距离 只要后车不紧跟 就算特斯拉设计再不一样 也不会像磁铁说壮就壮 记者金盛中林志慧 高雄摸倒 高雄有民众募集 有物是送包裹 竟然是用力丢进了车厢内 接二连三又甩又丢 包裹在堆高 是个车上面 推车上面也堆得太高了 直接重摔落地 让民众看傻了眼 像是这样 寄包裹如果都是被丢来丢去 难道内容物不会被摔坏吗 观感很差 对此高雄邮局也做出回应 邮局门口邮务车后车厢打开 邮务是整理包裹放上车 但接下来的行为 目击民众有点傻眼 包裹放上车 怎么是用力丢上去 一个包裹丢进去之后 再丢一个 连续又丢又甩包裹 连超大箱的包裹也丢进车厢 还不止这样 整理包裹上推车 推到马路上 包裹堆太满太高 居然直接重摔落地 滚到车子旁边 捡起来一样把包裹甩进车内 同事站在旁边却也无动于衷 地点在高雄凤山的一间邮局 有民众募集邮务士送包裹用丢的 一个一个摔进车厢内 让人担心如果里面装的是贵重物品 怎么办 难道都不会坏吗 对此高雄邮局坦诚 确实是人员疏失 有规定不得任意 脱衣 抛植客户的包裹 一定要善加保护 有员工这样子 我们真的也非常的抱歉 请他们的主管来多加来劝导 邮务士送包裹堆得跟山一样 确实很辛苦 但丢包裹上车 不止路过的民众观感很差 花钱邮寄的人看了 又作何感想 记得蔡双吉 陈山山高雄采访报道 台北医学院院长邱仲峰 因为爆出了婚外情 闪电辞职 不过就有媒体曝光 他的月薪 竟然一个月高达五十万元 从医院院长到行政院 等等的五院院长薪资大公开 可以看到很多民众看到都傻眼直呼 自己一辈子都比不上 台北医学院院长邱仲峰 照周看爆料 上班跟女业务开房泡汤 他火速辞去院长后 担任北医职子中心主治教授 但传出继续爽领每月五十万 全台湾有各种院长级人物 到底哪种院长赚最多 医院 立法院 那你猜立法院长的月薪多少 二十万 三十四万 哇 涨行了 涨行了 掀开全台医院院长薪资 私立医院院长月薪约五十万 台大等公立医院院长月薪大约四十万 但仔细一笔 全台最高的首长总统的月薪 四十七点六万 加上年中不算特资费 年薪六百五十万 吴院院长月薪三十四点六万 加上每月大约八万元的特资费 年薪约五百一十一万 侯友宜等六都直辖市长 月薪二十万 年薪大约两百九十六万 薪资行情超乎不少 民众想象 那总统 一年的收入 我们百五万 六百五十万 我们一年就做没那么多 三年就做没那么多钱 我们哪 有得到 立法院长年薪 那就三十四乘以十二 没有 他一年有五百万 为什么 怎么可能 院长他何德何能 为什么要五百多万 高高在上的五院院长 年薪五百万 但跟私立医院院长薪水一比 竟然比不上 医院院长的薪水 甚至比六都首长还高 网友说 其实最赚的应该是牙医院长吧 说陈建仁当中研院特聘研究员 月领四十九万 还可以去浮选财爽吧 都是当院长薪资跟地位大不同 但都跟老百姓差很大 院长薪资大公开 就算再羡慕 百姓也很难临时转行当院长 记者黄义俊网站台被采访报道 难道是竹笋开花吗 头奉后花园 百年土地公庙旁 就有民众拍下了奇特的这个植物 植乎啊 这是他活了七十三岁 生平第一次亲眼见到 硕大的金色花朵 形态看起来有点像是莲花 底下的根莖乍看之下 还有点像竹笋 但其实啊 这是一种芭蕉科的植物 原本生长在大陆的云南 是佛教的武术六花之一 传说当中地永金莲 是佛陀诞生时 每走一步而生 仿佛是来自仙界 民众如果想朝圣 可以到头份一探究竟 前总统马英九 在大陆公开提到 中华民国宪法 还说依据宪法 大陆地区也属于中华民国 不过蔡英文总统 却批评马英九 说这样的说法很过时 马英九办公室怒轰 蔡英文公开否认宪法 根本已经不适任当总统 蔡门回后两岸紧绷 大陆广东宣布要进行 沿海涉及军演 但另一边在大陆多次 狂提中华民国的马英九 回国后这么说 马英九在大陆高喊中华民国宪法 还说连大陆都属于中华民国 不过总统蔡英文却这么说 马英九讲的明明就是宪法规定 麻烦也抛红蔡英文 公开主张两国论 已不适任中华民国总统 当民进党在那边欢天喜 你说哇麦克思 既然蔡英文了麦克思立刻讲 他想去北京见习近平 那请问一下到底在干嘛 你到底承不承认你是中华民国总统 如果你羞于承认赶快滚带 大陆的居民到台湾来 要拿一张陆台证 台湾老百姓大陆去的时候 要拿什么台报证 就是因为马英九所想的 一中各表 你就把陆委会毁掉啊 全部跪入外交部啊 承认宪法一中 但友邦瓜地马拉却狂提一个中国 美国官方甚至只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应该直接驳斥瓜地马拉总统 所以你搞错了吧 我不是中国 你为什么不讲 没总嘛 麦卡锡当着你的面直接讲说 还是遵循一中原则 那请问一下你怎么不驳斥他 连瓜地马拉总统 整天拿我们的钱都 我们都不敢抗议 敢去跟麦卡锡抗议 麦卡锡说想加速对台军兽 但名嘴痛骂 川普卖鱼叉飞 但给台湾 却被信任总统拜登给挡住 共和党麦卡锡和拜登 还有选举筹 但民进党高调建麦卡锡 还联合抗中 就怕是货不是福 南投县长许淑华 就职满一百天召开了记者会 他请CHAT GPT来报告施政之外 上任三个月走访基层 听取意见来打造移居城市 南投县长许淑华率 县府团队迎接就职一百天 以全邻移居全面发展为目标 积极走访乡镇深入基层 感想是忙碌却很开心 对我来讲重振是我非常喜欢的工作 然后虽然很忙碌 大家问我说是不是很忙 我说真的比立委忙很多 每天都很忙 但是我做得非常的开心 将成果落实在每位县民身上 逐步实践南投未来进行事 要让县民知道南投的县在进行事 运用CHAT GPT系数施政项目 上任一百天先还债11亿 降低县民的人均负债 把南投县打造成一个最好的移居城市 同时我们光是在今年的三个月 我们已经还债了11亿 我们会把这些的预算 用在需要发展南投的建设上 县府积极推动交通社福文教产业 医疗卫生智慧科技及绿能环保七大面向 四十项限制亮点 一步步建构南投的未来市 记者曾伟祥南投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